7月份是放暑假嘛 所以我等于说 7月份我动满手术 我8月底的话 我就正常去上班了 学校除了正常的教学工作以外 就是安排了一些 就是于教学工作没关系 但是也属于学校里面的一些工作 包括课间看货 包括这种疫情工作 还有日常管理 这种就是七七八八的事情 我都是参加的 并没有说什么生病 就有什么特殊待遇都没有 我个人认为并没有 影响到学校的 这个正常的教学安排 上面写的就是合同到期 不再许 然后我19年 就是结婚生孩子了 结婚 然后没多久 就怀孕生孩子去了 那么生完孩子 就又休假嘛 休那个产假 然后后来一说哺乳假 我想想应该是21年的5月份 是有学校组织的体检 那么在体检的时候呢 就查出来患有这种 强能线的那个癌症 同时查出来有这个肾病 就是这两样等于说是以前没有的 是这个时候是新查出来的 那么查出来之后呢 我就马上去联系了 就是去看病了 等于说7月份去动手术了 准确地说就是从2020年开始 中间经历了怀孕 生孩子 然后动手术 等于说这段时间 我并没有给学校带来任何的产生 那么等我生孩子了 然后生完孩子就生病了 生死差了 劳动能力下降了 然后你告诉我 你不满意我的教学水平 那么我肯定心里是有想法的 还有一个 就是因为教师这个行业嘛 我肯定心里是有想法的 然后当我誉无法的 也会解释 就算是有想法的 是准备的 我肯定心里是有想法的 你永远是老刑 我肯定心里是一切 我肯定心里是有想法的 我肯定心里是一切 我不会 我肯定心里是一切 有想法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